我們老朋友給你搞 看得下來了 好啊 試試看 有一些小朋友跑過來 大哥 我跟你好不好 大哥 九十大哥 誰不不來變 電影少年也按LASK雙腹版 重出江湖 高潔炎正國 來回味當年 那個時候是第一次拍這個 所謂的兄弟片 黑方片 那也奠定了我 後面的電影幾乎 都是一些江湖兄弟片 來找我十步有八步 我也很慶幸 三十年後 還可以在線上 還有點小忙碌 你說很深刻的 很深刻的花絮 我身上的紋身 半件啊 那個要完成 要十三四個鐘 十三四個鐘 這是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 就是用麥克筆而已 畫上去以後 用酒精 用棉花棒來 拓了個層次 可以維持 維持到三四天 捨不得洗掉耶 捨不得洗掉啊 捨不得洗掉啊 好像很不可一世 很兄弟 然後在家裡 收工了 坐在客廳 也是在享受這個氛圍 我還記得我爸 跟我弟講說 你哥哥 有點問題喔 有一些小朋友跑過來 大哥我跟你好不好 我說 我說 不要太多路 這一多路表演 順便忌諱教育 在家裡 對父母要 進好校道 知道嗎 當年其實我在接 少年也安之前 其實一直都 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當時 安非他命盛行 那所以本身 接觸到這些東西 後來因為 他們覺得 阿國你就明明 是一個演電影 一個演員 你為什麼要跟人家亂搞 也藉由這部電影 把我想要把我 拉回這個圈子 不惜此安非他命 就是一直睡 所以捷克他們 當時都覺得很怪 這可能怎麼不拍戲 一直在睡覺 每天都是在那種 半睡半醒之間 你知道嗎 他們就會覺得說 嗯 好像也對 因為我們這一部 拍的本來就是 時下的一個寫實社會電影 捷克說 所以他很客氣的說 30年後 在這邊還可以忙碌 很開心 其實 他一定有定位在 台灣的艾爾帕西諾 教父就是他嘛 這是定位的問題嘛 他只能當人不讓了 又不讓了 真的啊 有這麼好的團隊 然後有捷克這麼好的表演 讓人家覺得 做一個兄弟弟 表演裡面 還可以做到這麼有形 那個定位很明顯 太適合演兄弟了 我覺得最近 狀況都很好 其實針對最近的媒體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近日公司 會發出聲明稿 就我們把主場拉回來 對 所以今天要有些是不屬實嗎 跟他控制的部分 說實在的 我在這邊再講下去 就又理題了 所以 雙明稿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 然後也會解大家的疑惑 這樣好不好